1898年深秋 百日维生失败之后 康有为梁启超就逃亡到日本 孙中山为了联合维生人士 共同革命 他与陈少伯不计前嫌 一起来到康梁住处商谈 没想过一入屋 康党等人就要求他们 先向乡案中的光绘皇帝 伊大少求拜 孙中山当场拒绝 陈少伯就一脚踢回乡案 但愤怒地说 我赖堂堂贤王子孙 喜造奴才拜此小丑 以背今为满周奴者可匹 吓得康党众人面面相随 伊大召 就是藏在伊大间的秘密召书 五三国时期 汉献帝留协是不堪曹操 善权尊樺 将血写的物照缝在衣带里面 刺被车记将军割扣董城 谋刺曹操 但不幸事鸡败路 曹操大开杀戒 将董城一家与新怀六甲的董妃 全部处死 1898年9月14日 清朝皇帝光绘 又重演了一出伊大召活剧 当日光绘去到仪和苑 仅见慈禧太后 尚与逆服剪法 以及设立茂勤殿 启用维生人士等改革的新措施 遭到慈禧面斥 深感革身变法举报遗奸 陷于被霸却的危机 急召顺乃的军机近臣 杨瑞带出两道密兆 给康有为等的维生变法人士 当岁皇帝自己也应该心里有数 所以他就学当年 汉献帝伊大召的方式 用这样的方式 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希望外面的人可以勤王 一个召令很平淡 就说你是负责公布的 我现在就叫你去上海 你有些所谓出版的东西 你要去做 与此同时就说通过杨瑞 杨瑞就是当时的所谓军机的章经 亦给了一个密兆给他 就说现在你的情况很危急 你就要速速在海外或者其他地方 你就要囚集这些实力 将来就共建我们的国家事业 杨瑞立刻出宫 将密兆带给康有为等人看 众人无不大惊失色 抱头剃蕾 意识到皇帝之位一日不保 不单止变法为身化为炮影 他们这些鼓吹者也有杀身之禍 情急之中 康良等人就想起赞同为身变法 正是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军的袁世凯 陈志堂找了袁世凯 大家互相交心 看看可不可以由袁世凯出兵 首先消灭了荣禄 然后包围鱼鹅园 当然袁世凯这么老奸巨划 也不会答应你这些什么 这个时候才想到掌握兵权的光水 已经太迟 袁世凯在谭治和夜访物意之后 权衡保守势力 与维生派力量对比 以及利益得失之后 向慈禧亲信直递总督荣禄 告发了维生派要他兵变 除救党之举 导致了光水被禁绝 维生人士遭杀害的悲剧 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之下 由天津乘坐轮船逃到上海 途中听到光水皇帝被害 曼廉俱悔 就写下绝不输,准备跳海殉国 但后来他知道这个是误传 就逃亡到日本逃谋东山再起 孙中山通过日本有人跟他联络 但康有为就拒绝跟他见面 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件事是 康有为由始至终觉得他是什么 他是受命于光水 他走的时候 他自己都说他带着光水的依带照去走 但是康有为由于他觉得这个依带照 正正就是有一种叫做… 我们叫做什么呢 Legitimacy 有一种正统在 我们就正正代表了这种改革的主流 康有为是一届书生 官籍只是陆品主事 唯一的资本是金水皇帝的依带照 但是究竟内容是什么 当时看过密照的杨瑞等等 谋书六君子已经被清廷杀害 只有康梁两个人知道 于是 伊大潮就成为了康梁保皇党 争取海外华人力量 发动民众勤王 反对共和革命 推行君主立宪的大独 面对国力衰败、民族危望 强国之路究竟火效英国等等的国家 走君主立宪之途 还是推翻清朝、封建专制 实行美国共和宪政 成为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 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 激烈争论的焦点 以后似乎大家在报刊的论战 越演越烈 大家为了这个体制坚持不下 最后你又攻击我,我又攻击你 攻击的对象不外乎就是 这个说这个贪钱,那个说那个贪钱 大家都不是为国家等等 注意此类 孙中山坚持认为 满清政府已经无弱可救 官府上下,腐败之极 改良已经无希望,只有推翻 中华民族才能够前进 他强调,现在的国民响望革命 僑守盼望结束满清,创立共和 而康有为就坚持地认为 当金圣上和慈禧等等的旧恶 不可以等同 仲观历史有几个开明的帝王 能够交出政权 国人文字未开,骤然共和 必会引起内争 而虚一军围,执政以号令全国 证明亦能得以贯通 亦可以救忙逃传 梁启超是一支剑筆 你看他写的新闻重报 时务报那类的文章 他是很有力的 换言之,他可以争取到什么呢 很多当时时代夫阶层的人支持他 商人亦支持他 他到南洋华桥 其实他所得到的支持 远远比革命派大 为何呢?因为保皇会那群人 他有一个最大的号召力 就是他这群人曾经帮过光水 他真的想进行什么呢? 去改革 他亦奉这所谓光水的衣带照等等 去进行这个筹款 革命党和保皇党在海外宣传 发展组织和筹务经费等方面 展开各族 保皇党利用华人的中军思想 分化革命党力量 连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哥哥孙薇 也加入了保皇会 孙中山对这件事非常愤怒 他说有保皇党发生 为虎作枪,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 被蜻蜓猶心 当此之时,革命前途 黑暗无耻,希望己绝 孙中山不得不奋起反击 为批判和揭露保皇党 投入了巨大精力 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 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 打败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俄国 中国再次掀起立宪图强的呼声 子稀太后权衡利弊 君主立宪就是要他交出部分的权力 而共和革命就是要加他的命 于是不再反对立宪 大清国终于解冻了贸书政变之后 被冷藏了八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宣布访行衔政 被通緝追捕的保皇党 又和清朝统治者站在平一阵线 当时清廷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献证 这些满清亲贵 平时只知道清神违勞 对东西方的献证所知甚少 前往欧洲、美国、日本游历员一轮之后 竟然暗中请保皇党梁启超 为他们捉刀代笔 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交差 梁启超趁机借施还云 将当年谋说变法的一系列政治主张 塞入报告里面 从历史上来看 康有为最早已有系统感 提出了立宪政体 他的积极进步意义无可否认 但他对西方立宪政治 缺乏深刻的认识 以及对军权妥协的局限 使得他的思想主张最终难以实现 所以其实保皇党的力量一直都很大 但他们最要命的就是 他们始终要捧出光水皇帝 所以光水皇帝到1908年 应该在光水死了之后 就变成了他们完全没有他们的卖点 在1905年之前 还是梁启超、康有为这群人 是一个主流 到后期真的看到国是日非 于是革命党人的声势越来越大 虽然康有为后来将保皇会 改名为国民宪政会 他更加明确提出 上崇皇室、下阔民权的政纲 并且计划邀请清廷纯亲王 再封担任这个宪政会的总裁 但是武昌喜意一声枪响 风雨飘摇的清皇朝 颈黑探塔 保皇党君主立宪的梦想 也在度破灭 光水、慈禧死后的第二年 无需陆君子之一 杨瑞的儿子杨庆藏 将当年秘密藏在灵旧里 带出京城 江水皇帝依戴照的原件 呈教中央督察院 不单止洗擦了江水 不惜采用雷霆手段 对付慈禧之冤 还可以证明 康有为在海外所持的 依戴照内容是偽造的 伤害革命之后 康有为回国 坚持谋求清废帝 溥而復帝 1917年 更策划北洋军阀 张勋发动复辟 涌立溥而登基 梁启超毅然 跟从段祺瑞出师讨章 从此跟他的老师康有为 分道扬彪 请继续收看下一集 明是檳城